主席和我们所有立法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 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吴臣次长 请吴臣次长 吴臣次长早 吴臣次长早 有几件就是关于你们这个冻结预算然后解冻的 那你们今天所提出来的这些的解冻的这个报告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还起诉处分金的这个部分 那还起诉处分金呢 其实这个依照监察院的报告 那里面也提到说你们对于这个还起诉处分金呢 里面呢你们把它分配给特定的公益团体 然后在公益团体来来转播给其他单位 或是没有建立房币的机制 那甚至就是说这还起诉处分金到底是怎么用 各个地检署用的方式啊内容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冻结你们预算要求你们去好好去检讨 然后把这个整个一个计划呢能够提出来 那你们这今天所提出来的呢 你们只有就说 好原来呢是委托一些公益团体 因为你们说这个钱进来之后不稳定 所以委托一些公益团体来存放 那这是呢专款专用 但是你们也发现说这样是有问题 所以你们将来要把它转成为是放在犯罪被害人保护团体 或是更生保护团体来提供特别的账户 那这样子是不是妥当 当然这是一个问题 那你们这次提出来的建议是这样子 那再来呢就是说 好那对于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用 你们仍然是没有提出一套的计划出来 那再三次我们在这个预算里面呢 我们提到说你们去补助这个篮球的斗牛赛啊 补助这个文教的专案啊等等 那这跟这个还起诉处分金之间的关联到底如何 你们所审核的标准是怎么样 因为有很多的民间团体在反映说 他们去申请这还起诉处分金 都说与法不合不能够申请 可是这个钱呢却能够去办理所谓的斗牛赛 所谓的这个补助这个文教的这个什么 古迹参访等等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希望 就说三次冻结 就希望说你们是不是能够去针对这个还起诉处分金 当初的立法的目的 那以及呢就说好 因为这些人我们觉得说为罪不起诉 所以要他们拿出来去做公益 那所谓的公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你们觉得说凡是只要的公益都可以 那你们就要开放说好 每一年我什么时候 我今年预计有大概有多少 那我在什么时间 然后预计给大家的开放 公开去让大家来申请 而不是变成好像是我们法务部的这个 我的这个pocket money的 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用都可以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要的就是你们去把这整套的计划 公开透明 让全社会知道说 这个钱如果要申请它的要求 它的条件是怎么样 符合这条件的我都可以来申请 然后你们有一个审查的一个机制等等 我想这才符合说 这些属于你要人家交出来这些钱 本来应该进入国库 现在不进入国库 那来做公益 那公益它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我们要是你们这些计划 所以你们计划都没有提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不会让你们过 那再来就是关于 我可不可以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里 因为这个能有限的篇幅了 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我们会后再跟委员报 那你们事先就应该来沟通 你们都不来沟通 OK 那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看就是说 对于我们说这个法官法通过之后 所以呢 在座做法官还有检察官的评鉴 那对于这个部分呢 在上一次本席已经咨询过 就是说法院的这一 司法院的这一块呢 其实比你们还积极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 法官的评鉴的这个比例 比你们还高 你们到目前为止 你们这一次的报告 仍然就是只有两件 送这个建议休职两年 还有这个一个送 两件送监察院 然后对于这个部分 即使今天也有在开记者会 就是对于这个二检的部分 也在开记者会 所以在民间而言 就是说大家觉得检察官的态度 问案的态度什么 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这些都是要受评鉴的 但是在你们那边 一直是查五十句什么等等 那不管怎么样 好 今天你们说查五十句 那今天人民就说 好 那我把这当初开庭的 这个录影带掉出来就很清楚 所以呢 我们要求说 你们是不是要去检讨说 这个案子已经侦查终结了 甚至你们是不起诉处分 不起诉处分 依照目前的规定 是不能够阅见的 那当不能够阅见的时候 我今天人民要去检举说 这个检察官在这过程里面 态度是怎么的恶劣 怎么样的恐吓人民的时候 我掉不到这个证据啊 你们又说查五十句 所以在这里我们才要求说 当人民他是为了要 这个这个评鉴检察官 这所需的时候 希望能够对已经侦查 终结已经不起诉处分的 这些案件 能够让他能够阅览 或是他能够去调阅 或是不然如果你觉得说 不让人民去调阅 那至少给 比如说像司改会 他可以去把他移送的 这个申请移送的这些的单位 这些NGO也有这个权利去调阅 那这个部分我们再上一次 把你们冻结 可是在这次你们报告里面 完全对这部分也完全没有改善 那另外呢 这个你有要解释吗 事实上委员讲说 我们对于检察官的评鉴 比院方的效果 这个绩效要差 事实上 其实我们 我不认为这样的啦 因为事实上 院方的评鉴的结果 事实上只是建议 这个申 我记得是申戒跟警告而已啦 所以事实上 那我们 事实上我们已经处理六个案 其实六个案 其实有 多数是我们自己 检察机关 还有法务部自己移送的 而且我们要求 我们建议的这个 陈储的 这个比院方要重的非常多 其中 刚刚委员也提到 其中一位是建议休职两年 那另外一位是建议 免除检察官的职务 转任检察官以外的其他职务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处分啦 另外我要跟委员报告 关于这个 这个 侦查中的录音录影光碟 可不可以掉的问题 这个因为涉及的 呃层面比较广 我想我们才要叫你们去研究嘛 研究了几个月了 然后你们拿出来的答案还是一样 其实我们有 其实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等一下再审查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再提好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我们这个 国家赔偿的这个部分 我们一直看到说 我们这个国家赔偿呢 政府支出了这十亿多 我们追回来的只有 就球场的八千多万 所以呢 它的比例只有七 这七 百分之七而已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你们法务部的 就说很冤枉 因为呢 这个 整个帐是列在你们上面 可是这个球场的机关不是你们 好 那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落差 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 因为国家赔偿法的 主则机关是你们法务部 所以呢 要去解决 就要你们法务部去提出一些 修正法案 或是提出一些对策 可是在你们这一次所提的一样 你们仍然不是把你们困境写在那里 仍然没有提出任何的一个 解决的一个方案 所以呢 就说 对于这整个一个 你们所提出的这些 我们要求你们去冻结 要求你们去改善 那你们仍然没有改善 又把原来的东西 又写在这上面给我们 那唯一你们有提到的 就是说 好你们这里 唯一比较进步的是说 你们将来会请赔偿 医务机关 医法行使求伤权 每两个月要减送资料 给监察院跟审计部去参考 那我们会觉得说 那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子还是不够 国家赔偿这么多 国家的钱是什么 是全民的钱 今天呢 有公务员 他就是因为违法或失职而造成这样的一个 就是国家的赔偿 但是呢 对他竟然是不用去求偿 那全民买单 我想这个部分呢 人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这部分怎么样去改善呢 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另外呢 就是 委员我这里跟各位 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 求偿 因为我们故意过失 就要付国家赔偿责任 公务员执行职务 有故意过失 就要付国家赔偿责任 但是对公务员的求偿 是以故意或重大过失 才可以向公务员求偿 所以这个中间 有一个普通过失 不能够求偿的 好那你们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分析出来 就是说 因为过失没有办法求偿 那这个金额有多少 然后因为呢 就是重大过失 然后没有去求偿的 有多少 我想我们很多的东西 我们现在国家所缺少的 就是说 大家都是陷于这口水之争 然后呢 没有实际的 这些所谓的实证的资料 你们是不是能够 把实证的资料拿出来 那如果的确 这个非你们之过 那我们当然可以放心 另外我也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也建议要 我们沿你这个 国家赔偿法的修正草案 希望未来能够把预算 编列在各个主管机关 那他自己付赔偿 国家赔偿责任 那他自己就会比较 这个了解能不能求偿 那他也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们 我们这个草案已经 接近 接近严理完成 我们会送到行政院去 所以我们在第七页 二的部分 我们就有说明 我们也严理了修正草案 好啊 你们只是严理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 我们最近就会出来 就会送到行政院去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 可以直接送到立法院 也了解嘛 是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你们有更积极的一个作为了 那因为时间 我会有更多的责任